神学习 大哥 全准备好了 朋友 有劳久等了 我是来提货的 很好 不错 讲信也 钱也够不说 货呢 你带了几个人来呀 什么意思 人少 怕你搬不动货 这不都在这儿了吗 我真金白银买你的货 咱们鉴钱交易公平买卖 怎么 莫非你这是想黑吃黑呀 你们司犯军火 图谋不轨 现在人脏俱祸 死卖军火的是你猴亮 你既当官又做贼 又该当何罪呀 哪来着这么多废话 走 枪声好像是从前面传来的 还真让你忘对了 能归看看 走 你是谁 兄弟 我们哥几个谢谢你了 你是谁 只要是跟猴亮对着干的 都是我碰了 头儿 头俩把咱们包围了 必须马上冲出去 要不他们把咱们包饺子了 头儿 让我打头阵 杀出一条血路 不行 现在冲出去 无疑民疑乱及时 那 那怎么办 就得坚守 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 只要有机会撕开一条口子 冲出去 冲 打 走 什么 好 炮台山传来激烈枪声 我知道了 我和方子带人去看看 路上小心 好 好 注意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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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武哥 语涵 约上 他怎么会杀人啊 不是红军 是小分队 你什么 给我丢住 他 他们进入阻碍 上下 好 快冲出去 武哥 驾 驾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赶紧撤 驾 驾 哪儿是呢 他们跑了 弟兄们 跟我追 队长 你快看 黄军魔的车 什么是他娘的黄军魔的车 这肯定是小分队又给我打回来了 对了吗 跟我打 走 就咱们的白衣人呢 好 发生太军的 快看 要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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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发生太军魔的车 你 他 帮你唱什么 我帮她 与那一领 你 你 他们知道他们是小分队 对 解 叔叔 回忆军道的情话 回忆方子的情话 是小的队中有一名叫刘启他 他偷了我军械库的武器丹药 他卖给了小分队他 本来我想 将计就计温中作变 可是没想到 那些武器丹药呢 被小分队给抢走了 放开 先撤回去再说 侯妈们 你们抬起头 不要为我难过 日本鬼子杀了我一个白结 没什么 可他们杀不绝我们四万万 五千万中国人 早晚有一天 我们一定能把万恶的日本鬼子 赶回他们东洋老家去的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中国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而是 大南国主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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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队 大队 祝宾休息 大王国人的民众力 冲出人命啊 大王国人的民众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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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投机不成十八米